台北报导 2008当选马英九今天下午在拜访过鸿海集团总裁郭台铭之后 再和郭台铭同车一起到台速集团拜访台速创办人王永庆 出乎意料的台积电董事长张周谋也到场了 这也出现了马英九和企业三巨头同台的画面 马英九承诺将会尽快开放两岸三通 王总裁也问到了 就像我们西部的港口包括麦寮港麦寮公益港在内 将来我们都愿意开放成为直航的港口 帮助台湾的企业能够更快的到达 它的原料的来源或者是市场 今天傍晚在台速门口可以说是棺盖云集 满久的请义之旅 一下子就来了郭台铭王永庆和张周谋三位企业界的大龙头 四个人一起闭门会谈并且共同享用晚餐 前后历经了两个多小时 满久对三人多做请义 四人也对马上以后的台湾经济发展做充分的沟通 而就在拜访王永庆之前呢 稍早之前呢 马英九今天下午是拜访了郭台铭 自由贸易协定为契机 推动中心全面友好合作关系达到更高水平 温家宝说 近年来中心关系发展呈现强劲活力 各个领域的务实合作不断取得新突破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 特别是这次如期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在中国同发达国家关系中开创了良好的先例 这不仅对两国和两国人民有利 也体现了合作发展 互利共赢的时代潮流 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温家宝表示 中心自由贸易协定的签署 为深化两国互利合作开辟了广阔前景 中心关系面临新的重要发展机遇 中方愿与新方一道 充分利用自由贸易协定的有利条件 提升农林畜牧业等传统合作的规模和层次 发挥双方在应对气候变化 节能环保低碳经济等 可持续发展领域的互补优势 培育经贸合作新的增长点 扩大文化教育科技旅游司法等领域的合作 密切在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上的沟通与协调 共同推动和构建和谐亚太 克拉克说 再度会面 外界都期待对未来两岸的经济合作发展 有更正面的协助 东森新闻 苏日红陈军院台北报道 保卧论坛官方网站上到现在 还都没有出现肖安长与会的讯息 也免去了不少尴尬 因为参与论坛的人员分类 包括政要 前政要 以及特区行政长官和商界领袖等等 不过据了解肖万长虽然是以 台湾副领导人当选的身份 不过呢 他还是是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 董事长的名义参加 很有可能会被归类在商界的领袖 打开博鳌论坛的官方网站 截至4月3号为止 因为肖万长临时报名 还没有被列在与会嘉宾的名单中 这也暂时省去了不少尴尬 毕竟肖万长的身份敏感 外界总是高度检视 博鳌论坛的与会成员 包括政要 前政要 特别行政区长官 部长及官员 国会议员 商界领袖和其他 根据目前博鳌官方公布的消息 被归类为政要的嘉宾 包括胡锦涛 澳洲总理陆克文 智利总统巴切莱特 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 等10名目前各国领导人 而肖万长将来 也不会被列入这个区块中 至于所谓的特区政府 指的是香港澳门 肖万长绝对不能接受 名字被摆在这里 由于肖万长是副总统当选人 理应被安排在政要 只是肖万长这一次 是以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 董事长的名义参加 身份上则应该是商界领袖 只不过不管被安排在哪里 都难免遭到矮化的疑虑 肖万长延后报名的时间 名单没有出现在 浦澳论坛的官方网站 也暂时免去外界做文章的空间 来自青海的灵童 拉姆灯珠被认为会姓战身 灵异特助 茶系第十三被达赖喇嘛转世 特准继任 这封命令让拉姆灯珠免于撤迁 而成为第十四世达赖喇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达赖喇嘛派代表与中央人民政府 在北京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协议签订后达赖喇嘛以中央人民政府 毛主席为电头发了电报 这封电报至今保存在中央大案馆 1951年历史大案柜里 达赖喇嘛在这封电报中说 签署和平解放西藏办法协议 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 一致拥护 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 积极帮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 巩固国防 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 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 他现在的态度跟他以前说的这些话 完全是不一样的 他的前后是矛盾的 中国几大大案馆保存着几世纪来 关于西藏 关于达赖喇嘛的大量史料 他们终时记录着一段无法图改的史实 在甘肃甘南藏族自治州 有一位远近闻名的藏医名家 他就是涂布丹 年轻的时候他做过僧侣 现在供职于甘南藏医院 也是甘肃省的政协委员 经他治疗过的病人遍布藏区 他的学生也有几十名 现在我们一起来认识涂布丹 76岁的涂布丹 四年前从甘南藏医院退休 现在与儿孙们过着轻松的养老生活 就七岁上当时就 拉布丹斯马扎村 学藏医了 在四部业店就学藏医了 藏医学藏医以后 藏医学了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以后 当个持续医生 兔布丹在拉布丹斯学习了二十年 直到一九五七年 他获得了戈然巴学位 也就是通常的硕士学位 兔布丹擅长藏医的各科 尤其近于内科 副科和新内科 凭着对藏医学的深厚研究 他整理出藏医药学古籍六本 并享受政府的特殊津贴 他说自己四十多年的从医生涯 也是当地藏医事业发展的缩影 别话道的汉 像安家说了嘛 现在有个一千 就这里 各县没有一个藏医药 第一次来下和藏医药 就开始以后 住在住上的藏医研究所 这个就成立了嘛 在现在就各县有藏医药 各大地一个藏医可以的嘛 这是发展嘛 在甘南藏医院有不少医生 以及附近寺院的一些僧侣都是他的学生 定期到藏医院为学生们授课 成为他退休生活的重要内容 他看中传统藏医 望闻问切的诊疗方式 希望年轻医生们在这方面多下一些功夫 土布丹从董事时到二十八岁都在寺院里度过的 他了解寺院的生活 对不久前发生的打砸抢烧暴力事件 他感到十分气愤 这个打砸抢烧的这个 这个确实不应该的 现在就这么好嘛 正确 特别是个和尚们就这么做好 根本不对的 随着奥运火炬在全球的传递 西藏拉萨的奥运气氛日渐的浓厚 各族群众期盼奥运圣火踏上雪域高原的心情 异于言表 日前 第二十九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圣火传递纪念邮票在拉萨正式发行 这套邮票一上市 就吸引了许多拉萨市民争相购买 买到这个邮票收藏 圣火传递呢 这是一个历史的时刻 是一个永久的纪念 我们期盼着奥运圣火早日来到拉萨 不仅是邮票 福娃 奥运纪念徽章等许多与奥运相关的产品 也都成了市民们喜爱的商品 我非常喜欢奥运福娃 藏林洋永运 因为这个最有西藏特色 已经有顾客预定了奥运火炬模型 相信随着奥运圣火来到中国 来到拉萨 火炬模型会卖得更火 这些天 圣火灯珠峰成了西藏几代登山人的热门话题 登山运动员编巴扎西 是目前三位登上世界14座 海拔8000米以上高峰的中国人之一 中国能举办一届奥运会 是他多年的梦想 我们这个年轻的登山运动员 把这个生活顺利送到中文网坡顶上 这也是我们集结人 赞助登山运动员的光荣 年日来西藏四肢区各部门 正在抓紧时间 从迎接圣火歌词征集 预报服务 气象观测 到技术装备 通信保障 后勤攻击等方面 都在做着细致周到的准备工作